- 各位观看影片的老师、大朋友、小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佳佳老师 大家好,我是小鱼老师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手语 小鱼老师,你觉得在幼儿园里面 要求小朋友做什么事情最困难? 那应该不少吧 不过我觉得小朋友排队这件事情 真的很让人头痛 尤其是要选玩具的时候 那可真的很像是战场 你也太夸张了 不过在幼儿园里 小朋友不排队或是插队的情形 真的很常发生 有时候还会因为这样起很大的冲突呢 是啊,记得就像上次 维安就是因为插队 所以后来还跟成军吵架 对啊 不过还好后来他们有和好了 让我们一起出发到幼儿园去吧 来来来来 请排队拿联络布 来 你插队 乱说,是你没有往前的 是我先来的 可是你没有往前的 你插队 我要告诉老师 没有 你干嘛推我 老师 他插队 要排队 不可以插队 请你排最后一个 可是他没有往前 还推我 你排队时要专心看前面 并跟着往前 如果有人插队 请告诉他排后面 不可以推人 我有告诉他 可是他不理我 他不理你 你可以怎么办呢 告诉老师 对 可以找老师帮忙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刚刚他告诉我 你推他 他很生气 你要怎么做呢 对不起 没关系 我们来比赛 看谁溜得比较快 好 不能躺着溜滑梯 老师 他躺着溜滑梯 嗯 嗯 他也是啊 大家 请集合 谁还记得 玩溜滑梯的规则 告诉我 要从上面 往下溜 对 要从上面往下溜 知道吗 不可以从下面往上爬 还有其他规则吗 告诉我 要坐着溜滑梯 对 对 要坐着溜滑梯 还有什么呢 告诉老师 不可以躺着 也不可以趴着溜滑梯 对 刚才有人躺着溜滑梯 我很担心 他会受伤 还有其他规则吗 告诉我 哦 溜到下面 就要快点离开 没错 如果 继续待在溜滑梯下面 会怎么样呢 会被后面的人撞到 对 溜滑梯 有三个规则 第一 要从上面往下溜 第二 要坐着溜 第三 溜到下面 就要赶快离开 你们都记得了吗 记得了 如果没有遵守规则 暂停玩溜滑梯两分钟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可以再玩五分钟 老师拍手时 要马上来集合哟 知道吗 知道 哇 佳佳老师 刚刚看小孩们在游乐场玩的样子 真的是替他们担心 有人用躺的 有人用趴的 实在是太危险了 对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常提醒他们溜滑梯的规则 来来来来 请排队拿联络簿 来来来 请排队拿联络簿 你插队 乱说是你没有往前的 是我先来的 可是你没有往前 你插队 我要告诉老师 没有 你干嘛推我 老师 他插队 要排队 不可以插队 请你排最后一个 可是他没有往前 还推我 你排队时要专心看前面 并跟着往前 如果有人插队 请告诉他排后面 不可以推人 我有告诉他 可是他不理我 他不理你 你可以怎么办呢 告诉老师 对 可以找老师帮忙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刚刚他告诉我 你推他 他很生气 你要怎么做呢 对不起 没关系 我们来比赛 看谁溜得比较快 好 不能躺着溜滑梯 老师 他躺着溜滑梯 嗯 嗯 嗯 他也是啊 大家 请集合 谁还记得 玩溜滑梯的规则 告诉我 要从上面 往下溜 对 要从上面往下溜 知道吗 不可以从下面往上爬 还有其他规则吗 告诉我 要坐着溜滑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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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呢 告诉老师 不可以躺着 也不可以趴着溜滑梯 对 刚才有人躺着溜滑梯 我很担心他会受伤 还有其他规则吗 告诉我 哦 溜到下面 就要快点离开 没错 如果 继续待在溜滑梯下面 会怎么样呢 会被后面的人撞到 对 溜滑梯有三个规则 第一 要从上面往下溜 第二 要坐着溜 第三 溜到下面就要赶快离开 你们都记得了吗 记得了 如果没有遵守规则 暂停玩溜滑梯两分钟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可以再玩五分钟 老师拍手时 要马上来集合哟 知道吗 知道